发烧话题就跟就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王李仲燕 近年来台湾各行各业缺工问题严重 市场求财难 而住宿餐饮业更难 透过行政院组记总组调查 111年下半年 住宿及餐饮业的值缺数 有20,655个 但是111年的大学毕业生 仅11,138个人 投入住宿及餐饮业 中介年轻人去哪里了 住宿餐饮业面临什么样的缺工危机 带你了解 陈真招募真人 大大小小身材广告 不管是连锁餐饮还是小吃店 竟然通通都在缺人 有 真的有在缺工 我们一直都有在人力银行上面 应征人才 刚好这是不是可以去查到 餐饮工作需要求占工时又长 对于中高龄求职者来说 在体力上可能会吃不消 但是年轻人去哪里了 这种餐饮它其实是劳动 对于体力付出其实是蛮大的 然后可是报酬相对低 那当然就要在劳动力市场去吸引人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透过行政院主计总组调查 可以发现住宿及餐饮业的职缺数 下半年109年有19,150个 110年有19,221个 111年有20,655个逐年攀升 但111年的大学毕业生 仅11,138人投入住宿及餐饮业 比例相当悬殊 各个行业都在抢人 那所以我们也会说我们的总体的 其实人就是这么多 那所以其实大家都在一个 做人力人才的一个竞争 那所以相对来讲 那它可能在那个素素餐饮的 这个待遇 如果没有办法去符合 这些求职者的一个需求的时候 它相对的 大家就会再到其他的一个行业去 薪资条件不理想 从劳动部统计的数据便可得知 近三年的餐旅及民生服务学们毕业生 从事住宿及餐饮业 平均薪资32,885元 与其他科系的毕业生相比 本科生所学四年的专业 在薪资上看不见优势 这些年其实餐饮服务 在这个季职学校里头 其实是蛮多的 那每年的毕业生也相当的多 可是很多人毕业之后 可能根本就没有投入 或投入之后不久 他就离开了这个行业 表示这个行业在劳动条件上面 缺乏竞争力 劳动条件缺乏竞争力 33岁的徐廷伟很有感 在这小小的工作长廊 他穿着黑色制服 戴着帽子与口罩 一下子忙着备料洗菜 一下子又站在烧烤炉前 眼神专注的 反复翻面刷酱食材 刚出社会的他也是做餐饮相关工作 却坦言当时看不见未来 工时都比较长 然后也大多都是劳力的工作 对啊 大多都是劳力 然后也需要长时间久站 然后因为看不到前景 我想要找那种有 升迁制度完善的公司 找不到成就感又低心 让他兴起转职的念头 虽然也是餐饮业 但至少这里的升迁制度完善 还能学习到串烧技术与管理能力 同时之间 相处又何乐 让他有了动力 能继续在这产业努力 你要做六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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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说 我的升迁会有保障 然后我以后有办法 长久做这种工作 就是因为不可能一直都是做底层的 我希望可以就是提升到主管 什么之类的 当然薪资会是一个考量 也就是他们在获取更多的资讯之后 发现其实有其他的职位 是更有前途 或者是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性 所以他们就没有选择了参业业 同时疫情关系 一开始业者纷纷改变经营模式 像是裁剪员工 实施减班休息等 没有想到等到疫情结束之后 就呈现一个景气V型的反转 人力无法快速回补 导致缺工状况特别明显 再加上劳工的选择性变多 以及新世代求职观念的改变 相对来说 业者就更不容易找到人 疫情之后结构业的改变 像是网红业跟外送业那种 自由度比较高的工作 那相对来讲 比起餐饮业来讲 餐饮业就比较辛苦 相对来讲 应征人就比较困难了 在疫情缺工之后 其实有点调整了他们的求职工作观 尤其是他们有时候会找寻短期的工作 然后他们更偏好自由 然后短时间可以创造比较高的营收 那也变成在疫情 现在比较回稳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 但住宿及餐饮缺工 更严重的根本问题 恐怕是少死化 透过国发会统计的出生人数来看 1976年出生人口有 42万5125人 之后逐年下降 直到2012年龙年 出生数才小幅上升 有22万9481人 但之后又继续下降 2022年出生人口达到最低 仅13万8986人 导致劳动人口匮乏 你没有劳动力的来源 你就是没有人 那原来的这一块市场 只是不断的在凋零 那劳动的缺口 虽然我们不断的在调整薪资 然后不断的在改善环境 可是你没有来 你没有人口 就是没有劳动力 为了解决人力短缺问题 业者们积极想办法 像这家串烧店 客人是自己挑选好食材 自己走到柜台点单 等到餐点制作完成之后 就要后来取餐 全程采自助式点餐的模式 导入智能点餐 解决人力不足问题 业者自己想方设法 而这也确实是政府 正在推行的政策方向 经济部就提供智能点餐 云端系统等科技辅导申请 来帮助企业数位化转型 我来咯 像这家中式餐厅业者 就使用送餐机器人 外观荧幕是可爱的猫咪 还会动动眼珠 讲话十分可爱 员工只要一指点选出发 机器人就会出动 移动到指定的区域 能大幅节省一些人力 因为因应这个少子化 劳动力的缺口 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在经营 未来不会有改善的机会 那只能就是要改善这个营运的模式 让劳动力的依赖的程度降到最低 发展署其实可以提供企业很多的资源 包括说我们有对不同企业规模的 这个有这个人力资源提升的训练补助计划 那这个其实你就是可以拿来运用 帮忙员工在你的职场上继续的 做一个职业的提升发展 住宿以及餐饮缺工的问题 并非一朝一夕能改变 劳动部除了推出就业奖励 还有提供媒合人才服务 但台湾餐饮劳工正面临低薪 劳动条件不佳的艰困处境 解决之道在何处 除了从根本问题着手 业者也需要改变经营观念 才能解决缺工问题 感谢观看